相机拍照功能一直是智慧型手机最重要也最受到关注的功能之一 过去智慧型手机受限于体积和成本 那都只在手机前后各搭载一颗镜头 随着智慧型手机产业链越来越成熟 消费者对于手机照相功能的要求也越来越多 智慧型手机的主镜头相机也就是后镜头相机 从2016年以来主流设计逐渐从双镜头演进到更多颗镜头的设计 其中三镜头的相机设计就是在原本的双镜头基础之下 另外再提供一颗镜头用来支持更强大的变焦能力 广角效果以及更好的照片画质 来满足消费者使用手机拍照的时候 也能够兼顾到原本类单眼相机拍照才有的效果 像是华为在2018年领先推出搭配三镜头相机的旗舰手机 就是使用了一颗4000万画素彩色广角镜头 加上一颗2000万画素单色超广角镜头 以及一颗800万画素长焦镜头的组合 透过彩色镜头和单色镜头来取得两倍的光线 支援更好的光线敏感度以及更大的重叠视野 即使在低光线的环境下也能够满足拍照需求 而韩国品牌大厂乐金和三星以及台湾的华硕 一些中国手机品牌也纷纷在2018年到2019年 陆续推出了导入三镜头相机设计的手机 另外苹果即将发表的新一代iPhone手机 也被预期将会在主镜头相机采用三镜头组合 台湾光学镜头产业至今发展多年 其中大力光在技术产能客户结构等各方面 都具备绝对的优势 在全球智慧型手机镜头供应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主要客户包括苹果三星华为